那時候還以為 就是一些家賬號之類的 下次辦演唱會 你要找我去當嘉賓嗎 你說的喔 你說的喔 有的時候 夢想就是因為後聯名會實現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他一直說 我是小阿力 我就說好啊 那就來我的演唱會 所以今天我們就實現了這個 我等一下走出去會不會 就是看破的之類的 不會不會 有的時候 夢想就是因為後聯名會實現 沒有啦 忘記之前登場阿力的台北演唱會 擔任嘉賓 並拍攝了首支VLOG 紀錄這段奇幻旅程 大家好 怎麼直接說 好緊張喔 大家好我是王靖 我是2022阿LINK with PASSENGERS 台北演唱會的嘉賓 有機會可以受到 就是阿力姐姐的這個邀請 我那時候還以為 支持一些家賬號之類的 下次辦演唱會 你要找我去當嘉賓嗎 你說的喔 你說的喔 他一開始還想要我唱 忘記擁抱 跟給我一個理由 忘記 給我一個理由 忘記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發唱片了 我跟他說不要鬧了 哈哈哈哈 親一親一手就好 因為 都怕我會尿出來 人生數來 第二次來到小巨蛋 第一次呢 是在觀眾席看音樂劇 第二次就是今天 然後我現在非常的緊張 欸小巨蛋真的好搭喔 欸我突然突然 變得好緊張喔 我真的要吐了 有比演戲緊張嗎 當然 因為我是一個演員 不是你 我要緊張 我要吐出了 怎麼會怎麼了 你好 你好 喔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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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睡好嗎 沒有 我很興奮 我太興奮 我好緊張 不會 你一來就100分 真的 你一來就是100分 不會暴怒 不會暴怒 大家會跪下 你咧 跪下 我們跟我們上台 喔好好 來 接下來這首歌 我聽到大家都唱得非常好聽 我想要邀請一位 就是這首歌故事的本人 來到現場 跟我一起唱這首歌 我非常喜歡他 我非常喜歡他 而且他的聲音 大家會嚇一跳 讓我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加尖叫 歡迎我的好朋友王靖 阿林姐姐的粉絲 今天之後我覺得更愛他了 我知道他感覺到我很緊張 然後他非常的 非常的 謝謝阿林姐姐 這件事情讓我很感動 我如果哪天死了 我在寫自傳的時候 我還可以把這段寫到裡面去 讚 今天成功 乾乾乾